演員尋尋覓覓,尋找自己的劇場 我們營營逆製作警惕劇場 根據非官方正式統計 警星直播中最受歡迎的 不是Chili Sir的101 而是五連編 禁讀五連編 這個世界有很多神 有古神 有醫神 我們這次就是找邊神 想練功就要拜師 想拜師就要找師父 那究竟片裏面 耍禁讀五連編的師父在哪呢 就在當年今日 即是五個月前 警星直播播出這條片 那個師父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住哪裡呢 不知道 聯絡方法 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片裏面看到 師父曾經參加過 MMA世界大賽 還拿過冠軍 於是我們在網上找 MMA世界大賽 但是最後都找不到這個大賽 正當我們心灰意冷之際 我們看到片裏面 師父說過的這一句說話 當時呢 主長都跟我學功夫 平時他還約我出來喝茶 但是我真的不太低調告訴你 難道這些我又跟你說嗎 於是 我們偽然地聯絡CP 看看有沒有機會找到師父 阿Sir你好 請問你是否曾經跟過的師父學功夫 不知道還有沒有師父的聯絡電話呢 謝謝Sir 這個地方很熟 我知道 這個地方 我去過 我都很熟 這個世界有一種熟 叫假裝熟 翹上雙手 就是最幫手 謝謝Sir 不知道師父的樣子有沒有變呢 世界在變 師父的樣子應該沒什麼變 咦?師父喔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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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嘿嘿嘿 嘿嘿嘿 你好你好你好 這樣都被你找到我的 我們都找到你很久了 進來先說 好 師父 沒事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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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走 我大意了 沒有險 記住不要自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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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你當年 即是五個月前 一時大二 你有三 不知道你現在還會不會閃 方先生你說差 功夫要閃 遇到讀品更加要閃 人生吉爾須盡寬 博士金瓶空巨月 師父 金瓶我們就沒有了 膠瓶就有一個 想當年 見你經常用一些 插著兩支飲館的膠瓶來飲水 又不環保 又成個冰壺 被人誤會就沒有了 什麼冰壺 想當年這個瓶 和師母 一人一支飲館一起搓 不知其恩愛 爸爸你又說得對 不環保 我又不用了 咦 師父 你還有沒有把鹽和煙草 到處亂擺放 沒有了 不過我記得一次 有隻蜜蜜 跟我上來學拳 誰知道上來我來 他有沒有被在世 吸點鹽 原來他有毒的 不過後來 幸好 跟師父我學拳 強身健體 後來還介入讀 師父我 都很欣慰 是 吸毒犯法 誰都知道 但可能你不知道 犯運毒品 一經定罪 最高罰款 可以判罰五百萬元 和終身減禁 師父 教宗就送給你了 我還要介紹你 蛤 有什麼 香毒品 四路 正所謂台上一筆鐘 一試毒品 就很可憐